几天前任天堂开了一个时隔500多天 长达50分钟的直面会 里面提到了非常多的游戏 除了马上要发售的《勇气默示录2》和《怪物猎人崛起》 还有任天堂在多次场合暗示了很多次的塞尔达传说《天空之剑》 之前好多人就在猜测 到底是HD还是Remake 没想到是Remake价格的HD 真有你的呀任天堂调皮 真正的惊喜是Spartum 3 但暂定是2022年 而且播完片立刻就发推特招人 剩下这些其实我都很想玩的啦 但好像都有点平淡 老任啊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 但少了激情不能忍啊 不要紧 虽然直面会看得有一些口口嗦嗦 但任天堂今年袖子里绝对还藏着其他大牌 我们今天就来捋一捋Switch玩家2021年还能期待些什么 今年任天堂有非常重要的五个周年 五个 其实2020年我们刚刚过过 啊不 我们还正在过马里奥35周年 公布了三个游戏 好多联动活动 好多周边商品 至于今年 首先当然就是塞尔达传说系列35周年 等下个月底的马里奥35周年活动过去之后 任天堂就会开始公开塞尔达35周年的庆祝活动啦 塞尔达传说系列25周年的时候 可以说是声势浩大 颇有任天堂当家花旦的感觉了 不仅天空之剑是25周年发售的 任天堂还一起发售了捆绑天空之剑的限定版 We Remote Plus 除此之外 芝梦岛DX登陆3DS 还发售了十字笛的3DS重制版 各种周边限定更是一个都不能少 还办了塞尔达传说交响乐世界巡回演出 虽然因为疫情 世界巡回演出肯定没有 但按照过去的阵仗 各种软件啊硬件啊 绝对是可以期待的 今年的35周年单独直面会上 《荒野之息》续作会播一个片 看起来非常厉害 然后出副标题 2022年发售 今年年内真正可以期待的是 《风之杖》和《黄红公主》的HD会登陆Switch 这样《荒野之息》之前的三座3D塞尔达传说 就都可以在Switch上玩到了 这样就确保了你一定可以在Switch上玩到最好的3D塞尔达传 应该是N64版本的实质地吧 毕竟3DS的版本要移植过去还是挺花功夫的 但令人担心的是中文本地化 如果还是模拟器移植很有可能全没有中文 当时马里奥3D全明星就只做了菜单中文化 马聊64甚至有神游击版本的中文 但因为软件并不互通 就没有多做额外的本地化工作 希望塞尔达传说的合集不会是一样的待遇 第二个是宝可梦的25周年 2月27日在今年的宝可梦日之前 应该会有单独的直面会 钻石珍珠使用剑盾的引擎 Remake 钻石珍珠是NDS上面的第一代宝可梦 素质还是很不错的 目前宝可梦25周年的网站已经上线了 暂时只有音乐的活动 但任天堂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摇钱树 各种新的周边限定主机 玩具和卡片都少不了的 20周年的时候 宝可梦最大的新闻应该是日月的发售 如果Game Freak在重置钻石珍珠之鱼 还有人手的话 那我们还有希望能够见到 Let's Go版本的宝可梦经营 第三个是Donkey Kong40周年 唉 感觉什么活动都不会有了 Donkey Kong虽然是任天堂发家的最古老游戏系列 但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很好的庆祝过周年活动 我隐约听到了一些风声 之前开发了超级马里奥奥德赛的 任天堂东京这座部 正在着手开发一个新的3D Donkey Kong 可是从收益角度看 星星的人气一直不高 感觉这个传闻很不靠谱 第四个是银河战士35周年 银河战士Prime 4回炉又回炉 公布开发重启还是2019年的事情 两整年过去了 团队还在招人 和猎天使魔女3一样 进度很不乐观 感觉有些有生之年的意思了 但难得的35周年 我们是可能有机会看到2D银河战士的 如果有的话 应该会交给西班牙工作室 Mercury Steam开发 上一代3DS的银河战士 萨姆斯回归 重制版就是这个工作室开发的 还是不错的 最后一个就是火焰文章30周年 应该说火焰文章的30周年刚刚过去 上周任天堂的频道发布了一个 声优的采访庆祝视频 在之前发售了一套最初版火焰文章 暗黑龙与光之剑的实体30周年版 也算是对30周年的一种理解吧 不是系列的30周年 而是初代30周年 真正让人好奇的是 火焰文章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制作了火焰文章的Intelligent Systems 做完风花雪月之后 又做了纸片马里奥 感觉应该有东西可以公布了 会是传闻中圣战的戏谱 Remake吗 最后的最后 大家心中应该还有一个问题 绕不开的疑惑 房间里的大象 房间里的大Switch 今年到底有没有Switch的升级机型啊 毕竟Switch到现在马上年满4岁 按照主机一个世代7到8年的算法 现在刚好过半 任天堂的上一代掌机3DS 就是在第4年推出的性能强化机型 新3DS 我的猜测是 今年没了 任天堂官方多次否认过新机型的存在 虽然也可能是怕影响新的两个限定主机的销售 但归根结底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应该是 可以 但没必要 Switch卖的实在是太好了 装机量马上就要超过8000万 奔着一亿就去了 Switch2020年的销量超过其他所有主机的总和 而且比之前任何一年都多 根本不筹卖 任天堂今年最重要的目标 应该是确保软件阵容 每个月都有足够多的游戏可以选 而且在2021 全球芯片短缺 显卡 主机 没有一个能抢到 连相机和汽车都受到了影响 所有的CEOC机都在黄牛手里 任天堂在这个时候开始生产新的强化机型 肯定会遇到全部这些问题 但任天堂 毕竟是任天堂 有时候用正常的决策 也猜不中呀 我还是很希望有一个1080P OLED 强化机型的 毕竟 我的MegaSwitch Pro XXL SB 快撑不住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 点赞 投币 收藏 所以在联系中 我会很喜欢 看 这 inca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